您对文学的这种敏感和您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从小与生俱来的吗 那我不敢这么说 我这个 那坦率说我在高中之前我的作文都差得惊人的程度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高中的时候 作文一般都三十几年在一起写作文 一般是两个星期就是一堂作文课 那一天中午饭我平时吃不到 因为我写不出来 教不了就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 我是觉得因为别的东西都教了 您老写长篇小说 不不不 真的 中午了您还没写完 真的 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 我高考的时候作文得了两分 你没想到吧 高考的时候作文是两分 四十分里面我得了两分 那罗哥说一般的 其实一般人都可以得到三十分以上 那一年我们班里的高考的语文成绩 平均分是七十六分 就全班 我是一个同学 我是这里才六十分 就我差平均分是有十六分 那一年我们高考考上 所谓被录取的才两三个了 我觉得要说到作文的事 我觉得刘真真应该最有发言权 你是中学语文老师 你们班上有作文就得两分 你作为云老师 你会给什么样的作文 只给两分 很简单 四十分的吗 很简单 只写两个字 只写两个字 只写两个字的作文 肯定写不好题的嘛 对 作为老师 今天你在现场听到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矛盾文学奖 获得者麦家先生 高考作文两分 你回去告诉班上的同学 他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家自信心 那诺奖得主小学毕业呢 你说 莫言不是小学毕业 你说莫言老师 中学都没读 初中都没读嘛 不是吧 麦家老师 这个两分的作文故事 最后它有一个这样子惊人的转折 您发现您身上有这样的文学的天赋 我想知道 就有这么一件特别的事情 或者一个特别的时刻 让你意识到 你在写作方面有这样的天赋吗 始终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故事 这个说来话才 我是所以我们小时候 我们家里成分特别不好 你都已经听说过了 因为成分不好 感觉那个特殊年代 家里成分不好 大家瞧不起你 在班上 就是同学班也跟我玩 所以我从11岁我就开始写日记 一写呢 写到 应该说写到23岁 直到我有一天 看到另外一本日记 提小说 我就开始写小说了 那本书你肯定也看过 麦天守望者 我知道 就是赛林格 对 那我看了他小说 我后来觉得 这个跟我日记写的差不多 然后我就开始 我就既然 小说可以这样写 那我不妨也来写一写 我就这样就开始写小说 这个之前我几乎 没接触过文学 就是不停地写日记 写日记没什么目的 就是宣泄 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 我和人交流的渠道被阻断了 别人瞧不起我 爱欺负我 不爱歧视我 那我就自我交流 就是这样 除了这本书呢 那当然还有很多 就是小说 高中之前我只看过一本小说 就是灵海血缘 这本书 找到叠战的 这本书 现在很多人觉得 从文学角度上说 它是比较次的 但那个时候真的 我是很果然地得到这本书 是有一次 我到一个亲戚厂去拜年 就那个时候 大家都没书看 他呢 这个人呢 从外面捡了一本 就从外面捡了一本书回来 烧火的时候 作为引火 哦 就是在柴 和柴堆里 先拿纸烧 容易着 然后我看到这是本书嘛 那时候我应该是读初一吧 那我就还好奇 因为它有个封面 我至今的还有印象 就一个滑雪的人 凌空而下 觉得挺好奇的 就看 一下子就看进去 那我这本书 我就看了我两年 从初一看到初二 您是反复看 反复地看 对 那时候没书看 那我估计都能背下来了 那是 很多情节 很多情节 我还用毛笔把它抄 对 那个时候就是阅读资源太有限了 有时候觉得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能是这本书 真正点亮了我 对文字的感情 那这感情一旦建立了以后 它就不会消失 是不是 那我觉得这感情 某种意义上 它是改变我整个人生的 是不是 我的很多营养 都是从文字当中激取的 好 因为这部欢迎讨讨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